兄弟姐妹们,你们家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我们家40间房,今天开了5间 我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人流量吧 老下就是长沙武艺广场泼子街啊 以前这个地方是人身典费 现在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马上过年了,又是一年 大家有收获吗? 现在就连北京一线城市都十分的冷清 实体店举步维艰 北京一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 中午12点竟然连一个吃饭的人都没有 人都去哪了? 前几年特殊情况的时候都能做到2000的成绩 现在能有1000就图销了 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工作 一天下来还不到900 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得下去? 朋友家的店已经关门转让了 他家店是10月1花了8万转让过来的 装修半个月用了2万多 谁知道只营业13天就转让了 两口子每天就差碎在店里了 可也还是只有两三百的营业额 生意不好做,两人又经常怄气 天天也没个好脸色 只能贴了转让 这都快一个月了,连问都没人问 朋友说的时候都要哭了 现在两人一个去跑滴滴 一个去做家政 我们这也快熬不住了 可是现在也不能随便换地儿 主要是还有一个孩子上学牵扯到学校的问题 也不知道营业行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其他地方情况也类似 有网传视频显示 佛山、金沙州、万达所有实体店 全部车厂 人去楼空 还有视频显示 海南首家陈进市国风演艺主题街区 国潮城 如今竟然是冷冷清清 大中午的饭点都看不到一个人 真是让人感慨 连中午吃饭时间都如此冷清 许多店铺更是已经关门车厂了 重庆大豆口一街购物中心如今也已停业 整栋壁区商户全都关门搬走 明明位于万象会对面这样的繁华地段 却依然变得如此萧条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不禁让人思考 实体经济未来出路在哪里 现在许多大型服装连锁超市也接连倒闭 令人感慨的不是倒闭本身 而是背后有多少人因此失业 作为实体从业者 日子实在是太难了 这不仅是线上冲击的问题 更在于网络上传递的消息 让消费者对价格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原本定价为999元的商品 被认定为应该只卖99块 这种观念被反复的灌输以后 消费者的思维被彻底的改变 实体经济空间被压缩的所剩无几 大家都听说了吧 前两天开访的前圣服饰光厂 还有赏球的连锁 全部都倒闭了 欠了供用商几千万的 姐妹们几千万的 然后我一个朋友给我说了 因为他也是他其中一个供用商 他给我说了 他指着你知道他为啥倒闭吗 他现在干颜禁了一副 近一百买99 近一百买99啊 姐妹们 这都不叫神医呀 他不倒闭谁倒闭呀 明白吗姐妹们 现在还有就是 你中乡这人家卖的便宜 我给大家说啊 实乡卖便宜的时候 真的是哎呀 这个话题咱都不再说了 实体店难干不难干 难干 都说是汪上给它盯下来的 我现在都这样认为了 我是觉得 大家然后要求太高了 中乡99 买个199的品质 中乡100买个200的品质 中乡200买个500的品质 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 让这些人逼得没办法 没法 所以说他倒闭了 倒闭原因肯定有钱钱中 有人说他偷辑了别的声音 但是我相信的是 谁都不愿意走到最后这一步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另外呢 超市倒闭撤电的 也是比比皆是 现在在这个经济极其不景气的时代 还是劝大家 真的要去做实体的话 还是要紧争一点 其实看着我这个 一间间被关闭了 还有的年轻人 投资200万创业 半年就倒闭了 随后负债300多万 制延部知识体店活路到底在哪 倒闭了 六家店全倒闭了 我负债了300多万 买房华的这 可你看 这是区江知识底店 西边有两家店 农手园李家聪一家店 然后高兴大都会 底下一家店 区江四小店 就是其中的那一间 帮装修20万进去 两层 之前六个店 一个店一个月就赶一千多 六个店下来 六个都一年下来 也有的人 借钱投资上业 但是没想到最后门店倒闭 债主上门要捡 最后家都散了 在此之前 我妈只知道我欠了钱 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欠了多少钱 我以前为了快他们的心 我不得不撒谎说 我欠了一百多万 因为一百多万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巨额了 现在崔寨的上门 他知道了我不止欠这么多钱 他今天就一直在电话那头 哭泣 然后问我要怎么办 怎么办 其实我特别的难受 心痛 真的 对他的哭泣 我感觉到我特别的无能为力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富得两千多万 他们这辈子想都不敢想 我妈妈也是一个非常勤劳 非常勇敢 非常能干的一个农村人 我知道 他现在很难接受 我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一直以来也特别的害怕和担心 不敢让他知道我现在所过的日子 因为曾经的我有多么的让他们骄傲 现在的我就有多么的让他们失望 其实附带这个事情 对我自己本身来说 没有多大的所谓 真的 但是每次我面对我自己的父母 面对我孩子的时候 我感觉到特别的无助 特别的难过 我特别的内疚 因为我是用他们安稳的生活 换取了我所谓的事业和理想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子 人不人 鬼不鬼 灰头土脸 我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自己踩了坑 我自己会去想办法把它填起来 我也一定会努力的去拼搏 加油 近年来 年底跑路的公司越来越多 现象令人担忧 短短一个月内 这将就有近26家服装厂老板关门跑路 更加夸张的是 有些公司在员工午饭期间 就突然间锁门 连领导都联系不上 还有些企业 前一天还在搞双十一促销 转眼就闭店逃走 销场倒闭或许已经是司空见惯 但将投资数百亿的吉业汽车 突然间宣布解散 却是让人感到震惊 昨天刚刚爆雷的吉业汽车 我们现在到赛电现场了 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这旁边极客还灯火通明的 这同样吉利的儿子 吉业就已经黑灯瞎火了 这怎么还上了风条了 这你看这个里面还有车啊 不像是那种人去楼空的样子 装饰啊 还有这种展示牌啊都还在 一个展示牌上面还有活动 这个活动是2024年底 全国都能开 这2024年还没过完呢 到底什么情况 啥说的事情 8点左右 人不是走完了吗 有的人在里面 随便拿东西你搞不清楚 反正他人要走 他公司也没拿 他随便搞点东西 昨天晚上是员工来搬东西走的 这好吓人的 等于说员工7点多钟收到消息 8点钟就来把公司 能捞的东西捞走了 反正也没工资 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现象已经是礼见不鲜 昨天还热闹非凡的公司 可能第二天就轰然倒塌 以往全民炒股热潮 让许多人亏损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 如今的市场环境 更需要保持清醒 网传全国老赖人数 接近850万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 还是去年的勾算 如今呢 即使满足失信资格 也未必能被列入名单 而限制高消费的人群 可能已经超过上千万人 背后的原因 无非是过度杠杆化 表面看似一片繁荣 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资金窟窿 就连百度和吉利这样的团队 都曾经被虚假繁荣迷惑 最终投入的几十个亿 打了水漂 更不用说普通人 像加盟奶茶店这种项目 考察时店里人头攒动 自己开店后 却亏损几十万的案例 比比皆是 在当前大环境之下 任何重大投入都需要谨慎 不要被表面热闹景象迷惑 除了是投资还是创业 宁可花几个月时间 深思熟虑 也不要轻易入坑 保持清醒 谨慎行事 才是应对风险的最佳方式 许多网友坦言 他们已经很久没逛过商场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大家渐渐远离了商场呢 有人认为是消费降级 或时间不够 但是归根结底 问题还是出在收入与物价的不匹配上 于是 大家更倾向于通过手机 寻找高性价比的商品 这究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是消费观念的一种无奈转变呢 姐妹们 我想吐槽一下现在的物价 今天店里不忙 去逛了逛楼下的超市 看到心上了砂糖局 想着尝尝先 我就随便装了一点 就装了这么一点 上乘一乘 不乘不知道 一乘下一条 19块钱 你敢相信吗 现在砂糖局9块9一斤 我的天哪 现在物价都这么高了吗 我记得印象里面不是 10块钱三斤的物价吗 我觉得我的消费观念也可以啊 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觉得贵吗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